民眾開在88快速公路高雄往屏東方向 眼前的白色轎車讓人捏拔冷汗 除了站在內線之外 時速不到70還頻頻向右越過了中線 外側的貨車好尷尬 只能一路網路兼閃 目擊民眾形容白色轎車已小逼大 除了綠色的貨車之外 白色轎車和另外一輛藍色的大車並行 其他後方的車輛想要超車 根本沒有辦法 而且白車經過施工的工程車 剩下單一車道速度放更慢 控訴快速公路上白車誇張行進 目擊民眾表示 當時他是從高雄端 就覺得車速異常怪怪的 後來發現白車一路站在內線 當時一輛貨車下交流道之後 白車的速度一度加快 但是後來又出現了大車 白車又放慢了速度 甚至到30以下 疑似小車逼大車真的很誇張 新車遇到的施工路段必須放慢速度 但是白車遭控超過十多公里都慢速占用內線 警方強調時速低於70就應該在外車道 將依據影片要求車主道案說明 三地新聞朱俊傑 追榮屏東報導